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孤帆圆影避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也是一首送别诗 是李白送他的朋友孟浩然的一首送别诗 那送孟浩然到哪儿去呢 题目中说得非常清楚 到广陵 知是动词到往的意思 广陵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扬州市 那李白在什么地方送孟浩然到广陵 也就是到到扬州去呢 你看诗的第一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 哦 原来在黄鹤楼这个地方 送孟浩然 我记得在前面的诗中 若虎妈妈跟大家讲过 黄鹤楼啊 他的固执在现在湖北武汉市 好像是武昌的一个什么地方啊 这是一个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地方 因为他有一个传说 是仙人成黄鹤而去的故事 我们在讲到崔浩的黄鹤楼的时候 再来跟小朋友介绍那个故事 那黄鹤楼啊 他是和其他的两座楼 一个是江西的腾王阁 还有一个湖北的岳阳楼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黄鹤楼 被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好像若虎妈妈已经讲过了 那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 李白送他的好朋友孟浩然 到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 扬州去 又是在一个诗情画意的季节 烟花三月 在柳絮如烟鲜花似锦的 这样一个三月春天 李白写到的景色是 孤帆圆影避空境 只有孟浩然那一艘小船 那一夜风帆 远远的飘去 只留下一点影子 避空境 在青绿色的天空消失了 那围见什么呢 围是指 只看见长江流向天边 在前面若虎妈妈跟小朋友们讲过 一般的送别诗啊 都写的比较的凄凉 即使是写天气 也写的天气不太好 这样来衬托一种离情别叙 可是李白这一首送别诗啊 非常的特殊 这首诗呢 没有王博的 送杜绍府之刃蜀州的 那种离别的情绪 也没有王维的送袁二世安息的 那种体贴的离情 整首诗啊 都充满了一种诗情画意 虽然是送别诗 可是我们却感觉到 它很自然清理 它的境界也很开阔 而且写得非常形象传神 在这首诗中 无论是送朋友的李白 还是背诵的孟浩然 无论是他们现在所在的黄鹤楼 还是孟浩然要去的 烟花三月的扬州 都是那么的如烟似雾 诗情画意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 这一首离别诗 与其他的离别诗之不同所在 最后啊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这一首诗 送孟浩然之广陵 当然也有人将他的题目写为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孤帆圆影避空境 围见长江 天际流